对于本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台湾各界不但高度关注 还积极评价论坛成果 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明显 前景可期 我们一起来了解 当今 祖国大陆 在推动这一带一路 站在这个人类的世界的舞台正中央 然后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出了很大的力气 那对此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王武郎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影响 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 近六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正面效应已经逐渐显现 而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协议迈向公笔化 也有助于世界政治经济重心的东移 台湾周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副教授王群阳则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刚发起之时 是一个大的方向 在多年来取得具体成果之后 便需要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 进行特别的设计 从而因地质疑产生更大的预期效益 在往新的方向迈进的时候 就必须比上一个阶段更具体 更精准地来提出发展的方向 然后当然也欢迎 全世界有意愿的国家能够参与 大家能够共享更精致的成果 台湾媒体同样高度关注论坛 台湾《望报》刊发了文章 搭不上这班列车如何拼经济 文中指出台湾无缘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计划 除了在短期内失去投资机会 经济受到影响之外 长期恐将使得台湾在经济舞台上 孤儿形象更加鲜明 一季台湾如果再不抬头 注意全球经济情势变化 即使改弦一折化解两岸僵局 进而寻求与大陆之和平发展 届时台湾产业可能被迫沦为边缘化 空洞化 最后更加难解经济风险与危机 而台湾《工商时报》也引述 跨国银行扎打集团主席 韦浩斯的说法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 近六年来在许多新兴国家 投资建造基础设施 间接使新兴国家成为 领导全球经济增速的重要力量 可说发起了全球化2.0